说到日产战神,大家并不陌生 战神是日产精髓车型之一 其实在日产战神之前还有一款日产精髓车 那就是日产希尔维亚 这款车被网友称之为飘逸之王 初代车型1965年上市 末代车型2002年停产 37年左右的时间经历了7代车型 连前的这辆车为SE56多走私车 这款车是S系列中最后一代 日产希尔维亚有很多外号 什么陆地飘逸之王,飘逸神车,飘逸战车等 基本都和飘逸有关 直列四岗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250匹,最大牛距275牛米 这款车最大的亮点是改装潜力巨大 买日产希尔维亚的人通常都会改装 五六百匹马力不足为奇 八百匹也很正常,改装后不仅马力大 而且操控也很不错 所以被很多网友称之为飘逸神器 之所以叫飞机和一场车祸有关系 飞机的叫法是从香港传过来的 香港把车架较差的车筒称为机车 当年日产希尔维亚SE3在香港 发生了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 当时一样崭新SE3被电源开出去 然后撞成两截车毁人亡 当时的SE3是轻量化跑车 车重1.18吨到1.22吨不等 车轻马力大 自从SE3车祸事件之后 有人把日产希尔维亚称之为会飞的机车 约一飞给 后来SE4和SE5的车架得到了加强 那是当时外号已经传出去了 所以到今天为止 大家依旧把日产希尔维亚称之为飞机 时至今日日产SE5都停产18年了 但是SE5 SE4 SE3一直都活跃在飞移赛场上 之所以喜欢是因为前至后驱 车轻马力大 前面底盘结构是麦福逊事 非常适合飞移 而且速车便宜 售价仅2万多美元 最重要的是改装潜力巨大 即便是停产18年 依旧有不少粉丝堆捧这款车 在国外20年车龄的二手车价值两三万欧元 日产希尔维亚之所以停产 并不是因为性能不行 是因为销量不行不赚钱 虽说是飞逸神器 但是真正买来挑逸的人又有多少 小众车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是走不远的 所以停产也就不难理解了 网间一直有传闻 说日产可能会推出SE6 传言始终是传言 都传多少年了 连的动静都没有 估计其死回生的面子不大